听到宇宙广播体操 现在开始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2 3 4 6 2 3 4 7 2 3 4 8 2 再来一遍 漫天的书页是我飞舞的进春 高考我来了 不学滚 宠宝宝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超模广播向全宇宙准时推送的宇宙大新闻 我是九彤 这两天对外媒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中国社会正像他们预料之中的那样陷入了混乱 小区里的青蛙惨遭毒手 学子纷纷走上街头 年轻人为何起争斗 家长纷纷行动喂拉班 是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魔兽电影上映了 书死了还能复读 魔兽下映了就真的没了 听说有的地区要年考三天 听我一句劝 现在赶紧去看 大不了你爹不认你这个儿子 这年头什么都值钱 只有爹到处都是 爹 最近地球发生什么事没有 一年一度的青蛙忌日又到了 自从2012年杭州一个负责任的小区物业 用消毒水毒死一只青蛙后 全国的家长朋友们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都很诚实地行动了起来 自此全国范围的青蛙们陷入了恐慌 叫吧影响别人孩子高考 不叫吧眼看六月了 再拖下去可能一辈子不知道女朋友长啥样了 怎么办那只能叫了 别人家小孩高考关我啥事 于是今年也不例外 上周重济一女子拿着不明液体 在小区绿化袋喷洒 被人发现并报警 一问他儿子今年高三 中国著名诗人陆游 曾经就针对这种现象做了一首试扰 死去原之万事空 但背不借木蛙洞 同学百大怒取日 家继无望 搞蛙翁 是的 每年的6月9号都是青蛙忌日 晒年的家长们相约在这一天为青蛙点上一炷香 感谢他们为孩子做出的牺牲 这种牺牲超越爱情 超越种族 虚一秒 当面临高考的孩子 在床上轻轻的翻个身 整个亚洲生物链都将掀起惊涛骇浪 这就是高考效应 你看现在的私书不叫私书了 叫放飞梦想私书节 还有个宝宝 敖童节受到了这样的礼物 我只能说兄弟 你这个title的很失败 甚至大学生都受到了波及 湖北教育厅就出台了一个规定 高考期间大学生加强考勤 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请假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这就很可怕了 首先大学都是逃课 谁没事请假 其次大学生真的会做高考题吗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能小超找代考 那都是印度人才会干的事 知道什么是科技解放生产力吗 这是警察叔叔 最近截获的 从济南运到青岛的作弊设备 这是作弊傲慢 可以直接塞到耳朵里 什么 刚次有点明显 你就不会戴假发吗 这个是作弊的传输器 这个是拍摄事件的摄像头 全程网络操控 考生只需要认真的盯着实践 然后听奥多里报的案就行了 考完天之院 清华百大那都是保底的 新大典的考生下笔就是哈佛 平时教他的老师都能被他吓死 听说这一套工具 某宝一万起包邮 是来逆袭富二代之逆气啊 警察查获了这一套 代表还有很多套在社会上流通 这对广大考生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毕竟如果是我现在回到高三去考试 要是看到有同学用这个 那我肯定取报了呀 同学给我来一套 老虎是人类的好朋友 这句话在他们没有吃人 和没有被关在动物园时 完全说得通 但是综合现实情况来看 他们基本都被关在动物园 没关动物园的基本都吃人 所以这句话并不成立 不过泰国有一个寺庙的僧人 就不这么想 他们继承了释迦摩尼 割肉卫衣的伟大传统 心甘情愿的和老虎做起了朋友 这是去年央视做的一档纪录片节目 虎庙传奇 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野庙 是如何从救助第一只小老虎开始 变成了养着上百只老虎 全球知名的大庙 看老虎们和猫一样 温柔怪巧 撒娇打闹 花上一点小钱 就可以和老虎合影 如果你出手阔绰 还能遇上一只更可爱的小老虎出台 价格也不高 一千块上全套 好一派 佛法无边 人寿合一的和谐景象 因为受到佛法感化 胡喵的老虎看上去都奶洋洋的 有不长样的游客就问 你们不是给老虎打了震惊计吧 我彌陀佛 这位施主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里的老虎 从小按照禁止暴力的风格养大 每当有流氧 经过他们身边时 还会被蒙上演技 主持说了 下一步争取让他们吃素 这个穿意好 入乡随俗嘛 要是吃肉的话 对和尚也不公平 然后就在上周 泰国政府突击检查了这座寺庙 搜到了一些小老虎尸体 和小老虎罐头 震惊全球 他们以虐待和走私醉 控制了这座创新型罐头加工厂 并接管了全部肉虎 是虎如命的三人们 也面临着铛铛入狱的危险 其实在佛教的规矩里 讲究的是一个众生平等 所以养老虎这条路啊 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你们太传佛教 看的是不是小乘佛法呀 小赚钱 来我们松山取取经啊 教你们如何把寺庙做上市 好不好 地球上的人啊 根据我的研究 是会出现变异的 比如这个人没事 喜欢吃玻璃 他的胃就出现了变异 比如这个拿着砖头 对着连腿之间使劲拍的 他的下体就出现了变异 再比如这个拿着电钻钻头的 他的脑子可能出现了点问题 所有的这些异能人士啊 他们都是某一个方面特别擅长 属于技能术 点的特别极端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谁 又会铁头弓 又会一样指 还念童子弓的 哎 但是最近这位名造江湖的 喝杯大妈就站出来了 谁说没有 我全身上下都是薄 看 这是肉身炸鞭炮 这是大贼啃灯泡 双鸡评论 这是奥锅头灌肠 双鸡评论 这是反向抽烟 这是盛啃仙人球 这是成名绝技火吞小金鱼 这位大妈的行为震惊了网友 可他相比上林寺这么多年的功等于白念 网友们纷纷开始破案 大妈吃东西的时候 我听见有个男人在旁边说 错 吃快点 大家看 大妈的眼袋很重 双眼无神 每次都假装很开心 直播了 直播了 看直播 大妈你要是被人胁迫的 你就把眼镜摘下来 卧槽他摘了 真摘了 别说了 赶紧摸紧 大妈一看齐了 这网友们劳动有点大 事闹大了 影响我发财啊 赶紧解释一波吧 喂大家好 怎么还有说我被绑架了 被控制了 没有啊 谢谢大家 这不是 这是我大外甥国拍的 录的 这不是大外甥 打招呼 我给大妈录的视频啊 你不是想看我吗 这是小外甥 可惜大妈这前脚解释完 警察后脚就来了 调查发现大妈身体倍儿棒 啥是没有 那个男的是他儿子 而节目中表演的东西 都是道具 靠 赶紧这是一魔术师啊 来 双击评论666 对于地球人来说 手机是一种先进的科技产品 但你如果正在银河系的视角去看 就知道 它其实算不上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 因为它发射的这个电磁波啊 exciting 最近这个台湾大叔在地铁上 就碰到一个妹子在他头顶打电话 我的天 这电磁波简直影响大脑发育 大叔当场就忍不住了 你你可以把警察把历史找来 你敢说我辱骂你 我就告你无告 我大声大声就无罪 我本来也是好好的跟你讲 请你离我走离我远一点 只用手机侵犯到别人就有罪 你离我的头那么近 你的电磁波侵犯到我 那你就搭电磁车就好了 你这个人是 你的教育是怎么教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强词作理啊 你到底小学病了没 这个地方 这个区间车每个人都可以搭的 你凭什么叫我去搭计程车 你今天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个手机 你在事实上 我就本来就一直跟这个列车长讲 跟铁路局讲 跟铁路局讲 这个应该他们要赶快 要想个方法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电磁波 会伤害人的 这个就好像你在电影院 电影院你可以用手机吗 那为什么你在列车上可以用手机呢 啊 啊 这个早晚都会了 这个只是要死一堆人 有了数据 人家才会了 就好像抽二手电一样了 当今社会如此明白是你的人真不多了 不过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 大陆也有啊 长春居民担心辐射 拆除基站 打电话要做一里地 重庆小区业主怕辐射 求拆基站 拆后投诉没信号 你看这就很尴尬了 你不能又要打电话 又要没辐射嘛 地球科技做不到啊 不过报道里也说了 小区里有的脑人就下了决心 孩子要紧啊 为了孩子的大脑发育 大家忍一忍 电话打不通就算了吧 你看还好基站拆得早 这脑子都辐射成什么样了 县级问 九童九童 我一不小心惹了别校的扛把子 对方要揍我怎么办 关键是你怎么惹的 你是不是碰了他们大哥的女人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一个字 跑 地本风华问 九童 我是一个很帅的女生 我有十个老婆 请问怎样才能平凡的照顾 每个老婆的情绪 也我也不知道 这是屠龙之术啊 你方便教我们怎么找十个老婆吗 丝袜配弹塔问 同哥 如果我考不上好的大学 是选择出来工作 还是继续读书呢 大学一定是要上的 因为它可以带给你许多美好的经历 如果不是很好的大学 你可以在大学发展一门兴趣 并把它变成特长 很多人毕业后 做的都不是本专业的工作 这时候你的特长就很重要了 写文章 玩摄影 画漫画 写代码 一技之长 很重要 状卡的飞猫问 看到这么多异地链要分的 我对班里那个异地链的新娇妹子 重新燃起了斗志 请问去化学院搞乙迷被抓 可以假装是搞乙全吗 靠 搞乙迷就是你所谓的斗志吗 我还是建议你尝试一下乙纯好了 庄子问 我怎么才能遇到渣女 渣女长啥呀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的老师老子 想要遇到渣女 你得做个好男人 XFY问 久懂久懂 我上次期时很喜欢一个女生 但我不敢上前问她的名字 害怕被拒绝 我该怎么办 你一开始就要问她名字干嘛 又不是插户口 你可以坐在人家后面 借借橡皮 借借笔 问问问题 谈谈天气 就有办法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九桶空间站 有什么问题 直接在那上面提问 一些不可描述的新闻和问题 我们就在公众号上发 空间站本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